雨傘革命 剛才兩位朋友說到 有一件事很好 明明叫雨傘革命 為何無端端有人說 雨傘運動 即是我們現在逛街 看電影購物 跑跑步出身汗做運動 當然不是,現在是革命 改革這個政制 雙普選 取消功能組別 行政長官 我們要 即現在就說公民提名 但我自己個人就是支持議會提名 明明就是改革政制 革命就是革命 為何無端端叫雨傘運動 很奇怪 即是你講到這個 普選行政長官 公民 公民提名 他們現在經常說要公民提名 公民提名 聽起來 很棒 大家都可以提名選特首 但你想想想 其實是有個問題 例如說 我覺得這個人 A軍他做得很好 他的政治理念很棒 那我想想 你做特首 行政長官 那我怎樣推薦他出來 你沒有人認識我 我又不出名 又沒有錢 那我哪有人力 財力去 去推這個人出來 去宣傳這個人做行政長官 沒可能的 公民提名最終 就是被有錢人玩的 公民提名 就是被有錢人玩的 為甚麼呢 有錢人 有錢的人 即是李嘉誠 四叔 這些 先有錢 有財力 有人力 去幫這個行政長官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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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候選人 選 那變成怎樣呢 公民提名很可能呢 就是變成有錢人的玩意 就是有錢人才可以 推選到他們那些 合心水的人出來 選行政長官 這樣就麻煩了 有錢人才可以 推選行政長官出來 那我們 不就比現在還差 大家想清楚 現在這樣一個 1200人的 小圈子選舉 因為他1200人 背後還有所謂20萬的選民 去選這1200人 再選這個行政長官 如果你變成公民提名 那就麻煩了 那就是有錢人 才可以選 那就是四大家族 才可以推他們的人出來 選特首 那這個人 選了出來 究竟是否幫我們香港人做事呢 就是很老實 這個很大的疑問 但是你們這個 泛民啊 或者學民思潮 學聯啊 他們是 一路就說公民提名 符合國際標準 咦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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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看看我們英國那個政制 英國很成熟 走了幾百年 這個政制 它不是所謂 只是公民提名 主要它是議會提名 選這個行政長官 選這個英國首相出來的 那個黨 例如說保守黨 或者工黨 就是黨魁 贏了這個大選 那自然就是做這個英國首相 那當然還要看它國會裏面 是不是佔大多數 但是他們英國 這個這麼穩定 這麼成熟的政體 是用議會提名的 其實 即背後它都有少少公民提名 因為這些人是知道是要選 選這個國會 其實跟著再選這個首相 其實是 大家知道這個遊戲規則的 所以有這個公民提名 那你現在香港只有公民提名 那就麻煩了 最終就是有錢人玩了 比現在更差 但是我們就 我這些 沒有人認識的人 就說這些是沒用的 因為你主流傳媒 或者現在現成的政客 民主黨 公民黨是不會跟你說這些話的 民主黨 公民黨 這麼多律師 這麼多學者 怎麼會不知道英國那個政制 不是 只是公民提名 是有議會提名的 但是他們又不說 很有趣的 不知為何會這樣 他們又不會跟你們說 其實英國那邊是議會提名的 黃永平 前這個公務員這個首長都說過 都提議過 就是說用這個議會提名 他是支持議會提名 但是無色無色沉底 你蘋果日報 所有報紙都不說 為什麼呢 究竟 大家可以想一下 為什麼呢 完全不說 為什麼 議會提名 你就有這個政黨的制衡 例如說我們現在 有70個立法會議員 那你就有10個或者15個人 立法會議員就可以投票 就可以推選一個行政長官的候選人出來 那就選 那你行政長官選出來 70個例如說15個人就可以提名 那你大約有4個到 有4個行政長官的候選人可以選 那就代表不同的政黨的背景 那就有個制衡在那裡 萬一選了一個梁振英出來 我們可以懲罰那些黨 因為他們選出來的 他們推選出來的 那我們可以懲罰他 即是他推了一個出來不行的 那我們就可以懲罰那些黨 或者現在如果這個立法會有雙普選的話 改了這個立法會的這個議事規則 是可以直接可以踢這個特首下台的 例如說75個percent的立法會議員支持 就可以踢這個行政長官下台的 那這個政制豈不是完善很多 但是沒有了 我們現在這個所有政黨不講這些東西的 只是公民提名 我要真普選 公民提名 只是口號來的 沒有實質意義的 大家想清楚 他不會跟你說公民提名 最終是被有錢人玩完的 即是剛才有些人沒有來 我再說一次 你公民提名 選一個人出來 你一定是有錢人商家 才有錢有財力 去幫這個人宣傳的 我這些普通市民 哪有人可以幫我宣傳 你公民提名 最終就是被有錢人玩 對這個中共 對這個香港 都是沒有好處 對一國兩制都是沒有好處的 但是這幫人就不斷跟他們說 公民提名 我們要公民提名 所以很奇怪 所以是 即大家要想清楚這個問題 究竟是否 只是公民提名 還是我們可以有這個議會的提名 這是第一件事 那就講到這個 民主派這些人 泛民這些人 他們很多人 其實是所謂以前的民主回歸派 甚麼叫民主回歸派 就是戴卓爾夫人來香港 訪問的時候 80年代 這幫人就走出來說 跟戴卓爾夫人抗議 我們要把香港交給中國 民主回歸 嘩 現在看回 拗了頭 這個極權政府 這幫人 竟然是支持香港 將香港交給這個極權政府 交給 不是交回 交給這個極權政府 去統治 結果發生甚麼事 結果就是移民潮 全部人都走了 香港人 那時候差不多一部分 大部分中產移民都走了 民主回歸派 其實現在看回是千古罪人來的 民主回歸派很多人 現在是民主黨 或者是支聯會 工黨那些人 其實是 他們這幫人 現在就佔據了 我們社會上面 很重要的地位 就一直在跟你 扮反對派 但是為甚麼 這幫反對派 現在很多人 在政府 是做高官的呢 是坐高位的呢 究竟他是不是真的 幫我們香港人做事 還是他其實是 為了自己利益 出賣了我們香港人呢 這個是完全沒有討論過的 我們 但是現在我們發覺 他們是這幫人是做甚麼呢 經常說切喔 經常叫我們 走了 你看大躍亭說回去教書喔 你不是說 佔中三子佔領中環 為甚麼回去教書呢 又說自首的 還有那些甚麼 佔中十死事呢 死事喔 死都不走的 是不是 去到哪裏 失了中的喔 這幫人究竟做甚麼 就是這幫人 泛民這幫人 究竟在那裏搞甚麼事呢 表面上就說 跟你爭取 但實際上是在這裏 為甚麼是在這裏 我聽過有位朋友 跟我講過的 以前你 警力沒有那麼厲害的時候 大家守望相助 很多罪案發生的 最流行呢 你在街上被人搶東西 偷東西 就追追追追追追 接著有個傢伙 無緣無故殺出來跟他說 喂 他搶的人包 你站在那裏 我幫你追 那你在這裏等 原來那位友同黨來的喔 跟你說幫你捉賊那位友 原來他是搶東西那位友的同黨來的喔 這是騙案來的喔 其實是 即是現在究竟這個泛民 民主派裏面有多少這些人呢 就是走出來跟你說 我幫你爭取民主 咦 轉頭不見了人 然後現在還說回家 我回家教書 喂 這班是甚麼人來的 你們不覺得很奇怪嗎 我就覺得很奇怪了 我懷疑他根本就是同黨 這個大家可能都沒有想過的 即是大家看十幾二十年 蘋果日報嘛 對不對 蘋果日報永遠呢 就是支援六四 是嗎 四月的時候呢 就大幅度編報道 就這個 我們六四怎樣啊 這樣那樣啊 又幫支聯會買廣告 經常都有報道喔 接著呢 支聯會說甚麼 中國沒有民主 香港都沒有民主 哈你講甚麼 甚麼叫香港 甚麼叫中國沒有民主 香港就沒有民主 說甚麼呢 究竟 不是一國兩制的嗎 為甚麼要中國有民主 我們香港才有民主 這個是我們自己的家 我們自己的事務 我們自己的決定 你中英聯合聲明簽了 講到明 一國兩制嘛 除了國防和外交 香港人高度自治嘛 自己管自己嘛 為甚麼這班人 經常在那裏說 大陸沒有民主 中國沒有民主 香港就沒有民主啊 喂 這班甚麼人來的 他們不是幫我們 爭取民主的喔 你們大家再想一下 他們不是 這班人 不是幫我們 真的爭取民主的喔 我們現在出來 在旺角 二十幾日 才有泛民議員走出來喔 那那二十幾日 他們去哪裏呢 他們去哪裏呢 去哪裏呢 他們去哪裏呢 失了中喔 為甚麼 他根本就不想這個運動成功 老實說 不想這個革命成功 普選之後 我們還需要一定要選民主黨啊 還需要含淚投票啊 不需要含淚投票的嘛 我們自己就會有人組黨 就會參選的了嘛 普選之下 他們是 沒有利的喔 整個幾個黨是沒有 泛民是未必有利的喔 他們是不想動的喔 最好呢 這個政制永遠就不改革 他們永遠呢就扮反對派 又永遠賺食 持續社運 這個好 這個大家都聽過的 是不是 假裝爭取但是呢 就等你沒得爭取 就有點像呢 你看醫生 那位醫生燈症 看極都不好的 為甚麼 看了十幾年都不好的 喂 是不是時候轉一下醫生啊 還是根本說醫生是找你病的 其實是 即是大家要想一下喔 沒理由這樣啊 這幫人很有問題的 真是 佔領中環喔 佔領中環 中環我走過去沒有人佔領的喔 經常說佔中喔 現在怎樣佔中啊 中環空哩哩 車又行得 人又行得 完全沒有問題的喔 你們不是說佔領中環的嗎 原來因為呢 在金鐘的時候呢 這幫 整幫那些社運人士啊 泛民那些員呢 就在大台被人拘捕喔 拘捕之後呢 他們就阻止不了我們了 於是我們就 衝出去馬路了 就倒車了 就開始去 跟著就說 在金鐘銅鑼灣去旺角了 這個革命是這樣來的嘛 不是靠那幫所謂泛民 不是靠反對黨的嘛 所謂 你看回十幾二十年來 他們的表現 他們其實不是真的幫我們的嘛 他們在那裏擔正的嘛 或者說得衰聽 他們就是 以前 搶東西的那些同黨的嘛 那個人搶東西 然後殺出來 就說 我幫你追他啦 跟著兩條子走去分裝這樣 所以大家真的要想清楚 我剛才就是講這個 議會提名 因為這幫泛民呢 是沒有講過議會提名的喔 英國 我們承繼了英國很多政治體制的那些東西 英國不是行公民提名的 是議會提名的喔 那些黨的黨魁就是出來選擇 就是選擇做首相的喔 是 行政 立法 和司法 三權分立 那樣英國走得很好的啦 是不是 現代的政治體制很多都是這樣走的啦 權力 是要分配 亦都要限制的嘛 大家看到的啦 如果你 例如說 你的警察 很簡單的嘛 在那邊 拍著的 那個人在那裡挑釁 然後突然說 其實我是黑社會來的 然後 圍著那些警察 無動於衝的喔 不執法的喔 他有權不用的喔 可以 即是他應該要執法上不執法過 但是早兩個星期 就周邊問那些年輕人 穿著那些 反光衣的那些 就問你 你是否黑社會 你是否黑社會 這樣喔 人家到 那個人來挑釁了 說自己是黑社會 警察沒事的喔 放他走的喔 即是權力 你是要限制 你要配權力給警察 但是你也要限制他的權力 所以我們要有 行政、立法 和這個司法制度 是要三權分立的嘛 那就說多一點點 其實英國 表面上就說 三權分立 和君主立憲的嘛 其實他皇室都有權力的喔 原來 英女王原來不是虛軍來的喔 英女王是可以否決你們 國會的議案的喔 這個沒有人知道的喔 原來 是近年 英國衛報才報導這件事的喔 之前伊拉克出兵的時候 原來國會 是想 改這個法例 就由國會 決定出兵 就不是英女王 決定出兵喔 那麼英女王 都是否決啦 即是他不是所有法案都是否決 但是有些關於他的權力的時候呢 他原來是有這個 否決權的喔 這個大家都不知道的喔 制衡就是這樣喔 反而 你看看如果英國是這樣的話 英女王是一定維護英國的利益喔 當然他自己會維護自己的利益 但是 他是一定會維護英國的利益的嘛 因為英國名義上是屬於他的嘛 你留意一下 你選首相呢 英國選首相你留意一下 首相贏了這個大選 跟著 他才會去英女王白金漢宮那裡 跟英女王會面 跟著 他跟英女王會面之後 就走出去10號 Darling Street那裡10號 就跟大家講 英女王同意我組織這個新政府 大家再聽一次 英女王同意我組織這個新政府 即是怎樣啊 他贏了大選 跟著跟英女王講完話 跟著他走出來就是說 英女王同意我組織新政府 不是說 選民同意我組織新政府 有喔大家留意一下喔 你們可以上網看下 歷代首相 贏了大選之後 他們 在唐寧街那裡 那個發言 第一樣東西他是英女王 同意我組織新政府 同意我組織新政府 文字上你就知道 英國其實還是王室去主管 當然他是三權分立 甚至四權分立 就是把行政立法 和司法的制度分開 所以為什麼 英國在歐洲這麼多個大國裡面 他們那個政治經濟是較為穩定 你看看 歐洲大陸打到世界大亂 打來打去 德國以前都不是德國 但是英國反而相對穩定 為什麼 因為他有良好的制度 選首相有良好的制度 選國會議員有良好的制度 和其實他們是有這個信仰的 他們是信上帝的 首相宣誓就任是去西敏子的 是在上帝面前的 司法 他們法官每一年的司法年度 是去西敏子 舉行這個彌撒 祈求這個上帝 指引他們 因為 人家是有信仰的 有信仰 人家西方 人家鬼佬有上帝的信仰 接著 皇室就是依靠這個信仰 去管治這個英國的地方 但是你想想 回到香港 公民提名 有沒有人會選我 有沒有人知道他是誰 當然不會 如果李嘉誠出來點名 誰是誰 我看好他 個個都認識他 就個個都有機會選他 或者是黎智英 黎智英拿著蘋果日報 十幾十萬人看 變成這些人 就推那個人出來 就選 選行政長官 公民提名之下 很大問題的 黎智英 搞了蘋果日報 你看看 悔人悔道 狗仔隊 就是追人家 拍人家的裙子 這樣那樣 那個Coffee 就被他搞到沒工做 這些人 如果被他出來 推算了一個人出來 香港還不亂 還不倒 現在已經搞到這樣了 梁振英 你想想如果黎智英 找了一個人出來做 你還不撲街 你這幫香港人 或者是李嘉誠 他也是為自己利益的 現在他已經搞到香港這樣了 那些財閥 四叔啊他們 如果你公民提名之下 是有錢都好玩了 那我們 我們就食屎我們的藝民 我們的藝民食屎的 公民提名之下 你大家想清楚 我到現在都不明白 為什麼這個 整個泛民是一直在說 強調公民提名 實際操作是很大問題的 你就算英國美國都不是的 都是議會提名 美國有公民提名 但是通常呢 你看到 這麼多年 永遠都是民主黨 民主黨或者共和黨的候選人 勝出的 就不會有 獨立第三那個 公民提名 那個人贏的 就是那個是點綴的 但是主要你看到 是議會提名的 你其他國家 成熟的國 成熟的制度 是全部議會提名的 但是這幫人 是不提議會提名的 黃永平也提過 黃永平 他自己在這個制度之下 工作了這麼久 他是支持議會提名的 但是沒有人報導的 也都沒有人會去跟你說 黃永平其實支持的 沒有人說這件事的 就是大家 可以問一問 如果你看到泛民議員 或者你看到他們那些 什麼佔中三子 問一問他們 為什麼你們沒有提過議會提名呢 或者你問一下大耀廷 你說佔領中環 什麼時候 喂 又說去喝 什麼時候 你說 你告訴我 什麼時候去喝 大哥 你現在就說回去 回去教書 大哥 一開始又說 世神闢願 有個什麼 誓師大會 現在回去教書 所以 你們這些人 我不相信他們 所以 其實我想回應唐主 努斯達 他說到活在真實中 其實我們這一代人 這十幾二十年 不是活在真實中的 我小時候是沒有菲傭的 我小時候就是家裡自己 就是阿婆 臭大的 或者阿婆不在那 就自己搞定 我們 這十幾二十年 我們習慣了 是外判的 外判的 小兒子 變成是菲傭的 我們習慣了 不知為什麼 將我們自己的責任 是外判出去給別人的 小兒子就是菲傭 變成那個小兒子 其實不是你的子女 是你菲傭的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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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你說 我們現在吃東西 有幾多人 你有幾多人 還在家裡煮東西吃的 晚上 我們現在全部出街吃飯 即是我們 連我們將自己 吃東西 吃飯 那麼基本的那個 那個 那個需求 都外判出去給別人 即是去了我們 晚上晚上都出街吃 變成 變成坑渠 一出來就大鑊 即是我們其實 自己要知道 自己後 自己那個 那個責任 就不要相信那個 外判的迷思 即是外判 外判一開始是政府做出來 是港共政府做出來的 九七之後很多事情都外判的 全部都外判的 跟著他們說的理由 就是符合經濟效益的 但其實他們那個外判 是將我們的權益 是分了出去的 本來是屬於我們的東西 是給了人的 即是政治代理 揚明明是應該我們自己去負責 自己的民生 負責我們自己的政治 但是我們是習慣了 以為 我們捐錢給民主黨 他們就幫我們搞 但現在發覺不是的 即是我們是 要醒覺的一個 外判是不可行的 即是有些事情是我們自己 負責任的 就不要再相信這個 捐了錢 例如你經常見到 綠色和平 諾詩會 走過來 就說非洲兒童 怎樣怎樣怎樣 很慘很慘 接著我們給了錢 我們就覺得自己做好善事了 很假 很虛偽的 其實這件事是 很虛偽的 你看看香港 你看看旺角 多少人在撿紙皮 你去深水埗 你看看 多少婆婆在撿紙皮 那些才是要人幫助 不是綠色和平 說非洲那些 即是如果我們再給 即是很老實 我現在這樣說 是打爛很多人繁滿 但是這個是事實 那些我們在香港 那些窮人才是需要我們的幫助 不是非洲那些兒童 即是我們不要以為那些是屬罪權 我們感覺良好 給了錢 捐了錢出去 那就算 但不是 那個責任 其實我們是很虛偽的給了人 其實我們自己 要自己負責任 無論是香港 這個政治 或者我們的生活 我們是要自己負責任 這個就是我想回應唐主那件事 那大家有沒有其他人想回應一下 或者有什麼想發表一下 沒有 那我如果最後 最後我自己說一下那個 現在他們學民思潮好 學聯好 就經常講那個公民提名這件事 即是我其實我較早時候都講過 我想現在那些人都走了 我可以再講一次 其實大家有沒有想這麼一層呢 公民提名這件事實行下來 是怎樣實行呢 例如說我覺得盧斯達很有才能 應該選他 應該他可以有機會做多行政長官 但是我怎樣 將他介紹給全香港人認識呢 是不可能的 我沒有錢的 因為 即我沒有那個財力 沒有那個人力去推選 阿盧斯達出來說 讓他做行政長官 沒有可能的 結果就是怎樣 結果就是可能是 除了政黨之外呢 是有錢人 有錢佬是財佛 最有錢的那些人 才有那個財力和能力 去推選那些特首候選人出來 這樣就很嚴重了 變了原來公民提名就是 換句話說就是變了是 有錢佬的換意 有錢佬出來玩的制度 大家試想一下 如果李嘉誠明天出來講 我支持這個公民提名 我認為 隨便一個人 我隨便一個名 黎智英是應該可以做行政長官的 這樣就很嚴重了 因為有錢佬推的人出來 99%是不會肯定 肯定是不會為我們這些 旺角啊 深水埗啊 這些基層市民著想的 他想的是自己的利益來的 你看一下他所做的一切一切就知道了 所有有錢佬做的一切一切在香港 就知道他們是不會幫我們想的 如果公民提名是真是落實的話 那個實行呢 大家去想一想 是怎樣實行呢 公民提名是會變有很大機會 是會變成有錢佬的換意來的 其實公民提名這件事呢 你看到英國美國都不是行這件事的 英國美國是行議會提名的 例如你說英國 他是那些政黨保守黨工黨 他選黨魁出來 然後黨魁就參選 帶領兩個黨 然後贏了那個大選的制造 做這個首相 這個是議會提名來的 美國都類似是這樣 當然他美國有個公民提名的元素在那裡 即是他有獨立的候選人可以出來選 但是你看到最終美國都是 都是共和黨和民主黨的候選人出來贏到的 都是透過議會提名這件事的 正常這些先進的已經行了很久的政制 是用議會提名的其實 王永廷他在政府做了這麼久 他是提議議會提名的 他不是提議公民提名的 但是為什麼泛民這幫人 這麼多律師 這麼多政客竟然是講公民提名 這個公民提名是很多先進的政制 社會是不會 但是一個主要的一個推選機制 主要的推選機制是議會提名 為什麼這幫人是要提或公民提名的呢 就是剛才劉斯特已經解釋了 他們不是真的幫他們爭取民主的 所以他要提一個公民提名 是一個中共是不可能答應的一件事來的 因為中共也知道這個議會提名 最終就是給有錢人玩了 他都控制不了的變成是 所以他一定是否決你公民提名的 為什麼他們還一直在講公民提名呢 根本他們就不想我們爭取 你真是幫到我們民生 幫到我們這個生活的一個政治制度 這個很嚴重的 他們騙了這幫人已經騙了我們二十多年了 所以我希望無名小卒 但是大家想想 因為我昨天來講這件事 有個叔叔跟我說 你議會提名我從來都沒聽過 議會提名從來都沒聽過 但是英國和美國一直都在走議會提名 但是我們香港所有傳媒 是不會跟你講議會提名這件事的 這個是正常的一件事 全香港傳媒是不會講的 王永彤講過陳雲講過是這麼多 他們那幫人 泛民特別是不會跟你講說有議會提名這件事的 我們不可以再靠他們的 所以這個普選行政長官取消功能組別 立法會全面直選這件事 是我們一定要爭取到的 而我們是大家要想一下 是否議會提名是適合公民提名呢 即是大家如果沒聽過 或者可以大家討論一下想一下 可以上網找一下資料 就不需要聽我片面支持 如果大家有新的看法 大家可以來明晚 大家一齊再討論一下 但是大家希望可以去想一下 為什麼他們會不斷提供公民提名 但公民提名實際操作是 是變成是有錢好的換意來的 會是很大可能是 就是這樣 多謝各位 多謝大家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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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